各位未來粉們記得追蹤i7以及粉絲專頁 搜尋未來男友力 哈囉大家好我是DN KIM 今天呢我跟KIM來到了屏東 那我們今天特地從高雄 就是騎車來到屏東 而且其實我們剛才來的路上 都是騎一些田間小路 嗯 那各位觀眾可能會覺得說 欸騎這麼暗的地方是不是要探險 那其實這個地方不是要探險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一個叫做水流仙姑市 之前我們曾經有拍攝過一些 算是萬應公萬應罵這類的陰廟 那早期這邊曾經也被列為是姑娘廟的一種 那這邊的故事起源 其實要從光緒那時候開始說起 以前早期非常流行 六合彩大家樂這種賭博的性質的東西 有點類似像我們現在的威力財這樣子的概念 聽說有許多要求名牌的人 都會特別跑到這邊來求 但是其實網路上有記載 本身仙姑他是不出名牌的 就是不希望大家就是 牽這種六合彩大家樂的東西 但是就據說在我們的演藝圈裡面 非常知名的一位勞藝人 叫做諸葛亮 嗯 他在早期 曾經因為一些事情 那退出了演藝圈一段時間 那據說他要付出的這個期間 他曾經有來這個地方拜拜過 嘿~~ 好啊 聽啦 拜託我明白這隻阿的啦 我們來找到喔 我會來給你照認真到金真啦 那就連我們演藝圈相當有名 就是已經是老一輩的藝人 余天大哥他的老婆 李亞萍 也曾經來到這個地方拜拜過 那據說他本身自己在服那個手教的時候 出來的名牌 聽說都是非常的準 在這一個裡面 信眾他們自己添油巾 上面牆壁上 也確實真的有寫上台北 黎雅坪 所以說 代表當時這一個水流仙菇廟 其實是蠻多一些老一輩的藝人 他們可能都會來這邊求一些演藝試驗 也有可能是當時那一些善性大德 他們可能曾經有發願過 然後 可能仙菇有幫他達成他想要的 不見得是博弈 可能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大家一起募資 幫他蓋成一座寺廟這樣子 那其實這一位仙菇 為什麼會後來被人家公奉 其實他的故事由來是 他的原先祖籍是在高麗 光緒32年的時候 他遷來台灣 定居在台中的地方 在19歲的時候 因為工作的關係 過世了 那過世了之後 據說當時他的神儲牌 因緣際會下 可能被大水沖走 結果就衝來到這個屏東的這個地方 那衝來這個地方的時候 聽說當時被一位成性的男子 撿到之後 反倒是把他供奉起來 開始拜 那後來就是幫助了很多世人 達成他們的心願 才開始香火 越來越旺 一些信眾 才把他蓋成是一間廟 很多人還是對於一些姑娘廟 銀廟 會有一些刻板印象 覺得說 好像跟我們平常拜拜的感覺不太一樣 對 但是其實 如果你來到現場的時候 就會發現 他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這麼可怕 沒有 因為他已經修成正如 列位先般了 水流的意思是代表說 他的含義 其實有兩種說法 一種就是像這樣子 可能是神祖牌 流種 另外一種的說法 是比較常見的 就是他當時往生的時候 是在海上 是在河邊 那他可能是屬於福斯 所以才會是叫做水流 就是這兩種都會列為是水流 所以就會稱為水流仙湖 那我們待會就帶大家進去看一下這一個水流仙姑寺 究竟來到這邊參拜是要怎麼去跟仙姑求你要求的心願 那我們會帶大家看一下 這邊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走吧 現在帶大家進來看一下水流仙姑寺 那我們現在其實是在這一個廟的門口 然後 他跟一般我們所見的廟宇比較不一樣是 他的門口的地方 他其實不是用木門 他是用金屬的那種鐵鋁 那其餘的地方其實就 跟一般的大廟沒有什麼不同 就只有這一個地方 他是沒有那個木門 然後也沒有特別會上門神的那種圖案 這邊 他也可以求籤詩 我們待會可以求個籤詩 然後一進來之後就發現 這邊他有一些故事記載 那剛才其實我們是有拍攝成照片 然後就是在開場的時候就是 從這邊講給大家聽 那其實如果不看這邊的話 在網路上其實也有一些故事的記載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話就是水流仙姑神尊的地方 那剛才我們有問廟宫 就是說我們原本以為水流仙姑是只有一位 後來廟宫就是有跟我們說 就是這邊有三尊 那三尊都是仙姑 如果我們在拜一些女性的 就是女性的神明啊 或者是說姑娘廟的話 我們所拜的一些東西 通常都是一些女性用品 所以說其實這邊也會看到 所以說其實這邊也會看到 然後剛才有跟大家說到的就是一些 這邊有人家捐獻者的方面 就有在上面這邊 那其實人數其實非常的多 剛才我也是找了一下子之後 才看到一些新聞媒體 他們所拍攝的時候有看到 就是余天大哥他老婆 李亞萍在上面的名字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先去 添油錢然後 買兩份金賞 我們兩個要在這邊拜拜 我們剛才其實來的時候 添油錢 我先拿好兩份 嗯 嗯 走 放前面那邊 兩份 左右放好 它會掉 點香的在那邊 有說要點幾柱嗎 這裡的店 開車 嗯 這裡的店幾十個 多數 全部都幹了 是羅插三十個 哦好 全部都點 可以 然後現在前面水流仙姑那邊拜拜完之後 它後面這邊還有一個叫做五聖殿 旁邊這邊還有 旁邊這邊它比較像是最一開始的感覺 對 就是最早期的時候還沒有中間那個地方 本來可能就是像這樣子小小一個空間然後 供奉著水流仙姑這樣子 在想有可能是以前的神尊啊 對就是比較早期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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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剛才我們在中間所看到的不太一樣 中間的比較像後來可能又另外就是請師傅雕刻 他的髮像然後另外供奉在中間 對 我剛有看他們當時是五位還是七位的善信大德 他們一起籌到一筆錢 把這塊地買下來 嗯 然後去建蓋 然後當時也是算一點小波折 還蠻辛苦的 然後才建蓋好這座寺廟這樣子 各位 現在我們就是詢問廟公說 當時竹哥亮大哥是不是真的有來這個地方 廟公現在帶我們來看一下 啊 剛才那個樁到哪裡來要搶啦 剛才有啦 這是他招的嗎 對 對 竹哥亮又搶在這裡有幾百萬 好啊 他就在平均 所以那時候你都看到他的本人就知道嗎 有啦 那裡面也有在這裡可以搶的 是啊 有啊 你還要搶他 他那年來 當初會有這個仙谷是因為 牽到這塊新竹牌子嗎 他這時候老新竹來這裡 仙谷村都在這裡偏華 都讓人看 網路上面在說的 竹哥亮有來這裡的地方擺過 有在這裡救過是真的嗎 一年啊 他那時候一陣民國老有七十六年 就來這裡救外 一陣娘啊 應該積我材啊 應該要賣我土地了 他算比較不一樣理財 我四十三年來就來祈賀的關係 來的我手中頭三的祈賀 這三個祈賀是祈賀的 我叫祈賀祈賀的 這三個祈賀的 好 好吧 啊 這三個祈賀的